这新连线红中秋的姐姐在事件爆发以来呢 成为发言人 红家的发言人 而她公司的主管形容她其实是办公室里头的开心果 立刻连线记者高梦柔 好 主播红中秋枉死军中的案件爆发之后呢 她的姐姐红慈庸已经成为了红家的发言人 那红姐姐呢用词犀利果断而且条理分明 面对高官跟总统呢一样是态度不卑不亢 也获得网友一身的好评呢 说她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而我们来到红慈庸在高雄的公司 以及她曾经就读的母校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老师跟这个主管呢都是全面的力挺 尤其是老师说她条理分明非常的优秀 至今印象深刻了 听听看这个老师的说法 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 而且逻辑概念非常清楚 报告都是由她负责 报告也是由她负责的表度 但是她不会去出风头 但是几乎她所有事情她都自己把她接下来 她就跟她弟弟一样 在团体里面就是一个很棒的开心果 有她在 大家就会觉得蛮快乐蛮有意思的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毕业测当中呢 这个红慈悠留着长头发 当时笑容可觉非常的漂亮 而她在公司里头呢也跟同事感情非常的好 老师说她条理分明 每次报告都是由她上台来演说 因此呢现在这个口条这么好 也是学校的时候训练有素 而主管呢也是对她非常的称赞 说她工作能力强并且让她无限起休假 直到处理完所有的家务事哦 那红家这个世界上全国都是非常的关注 红姐姐的坚强跟勇敢呢 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以上是高层的情况 让镜头讲给彭内直播